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军图,我是岛主 我现在晚上天非常凉快啊 所以说有些东西呢,有些活都晚上干了 然后刚刚整理了一下 整理了一下,就是我后面呢,可能 呃,老爸老妈就在家玩了 然后我自己开着前车出去玩了 然后也要整理一些东西 因为之前嘛,东西很多都是 放在那个拖挂房车里的 拖挂房车空间比较大嘛 那前车呢,可能就是 呃,储空间没那么多 所以说我,而且是一个人出去玩嘛 一个人出去玩呢,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然后尽量精简一些 然后刚刚整理了一下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这种小的B型房车出去玩 要带哪些东西 然后尽量精简,如何精简啊 首先呢,就是这个 花露水啊 啊,然后这种室外的蚊香啊 这个无论就是 呃,是床车 帐篷,还是房车,这个一定要带的啊 因为这次是 玩了大半年才发现 还有这种产品 户外的蚊香 以前不知道 特别好用 然后花露水啊 你的那风油精啊 都要带的 然后还要带的就是 这些药了 就是 发烧的呀 感冒的呀 还有这个 云南白药窗口贴呀 还有这个蝙蝠啊 维生素啊 等等啊 一些日常的这种 啊 常备的药品 要带着的 嗯,烧水壶 要有一个 然后暖水瓶 要有啊 这种像这种水壶啊 水瓶啊 都是防摔防磕防震的啊 不会很娇贵 还有啥 这次去我还带了个风扇 这个风扇是无敌的好啊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 就是这样一个风扇了 然后它是带电池的 可以充电的 嗯 还可以摇头的 看一下 可以调角度 摇头也可以啊 当然好像花了 一百七八十块钱 五幅的电就可以啊 USB那个插口充电的 然后还可以 升高 关键是它是 非常的便于携带 你看看 所以这种风扇 我们要带一个 然后就是吃的东西了 锅带一套 这次我带这个锅 因为一个人出去嘛 他比较省事 所以说 吃的东西也不用很复杂 我去 这个明天刷一下 这个锅是好久 好久没用过了 这个还是很早期 玩床车的时候带的 行 不到现在又用上了 看到没 这个放起来 刚才看到了 它很小 很省地方 然后呢 这是一个 一个炒菜的锅 哇 这里 有很多的 这个我建议啊 就是如果 像我开着这 像我开着这车出去 肯定是不常做饭的 所以带这么一套锅 就足够用了 好 这个很大的 洗菜也行 好 然后 做个汤锅也行 都可以 做个蒸锅 也可以 我套在里面 哇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锅 太富裕了 看到没 也是个小汤锅 这还有一个小锅 这就是一个牛奶锅 明天要洗一下 太久不用了 我每次 我都不太敢开这个东西 为啥呢 我感觉我每次 把它开完之后 我都不能把它 很好的装回去 都有盖 我把它装回去 这个锅 有一些品牌的 可能贵一点 我过去我买的 当时不是什么品牌的 所以挺便宜的 好像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这几个锅就搞定了 它是铝合金的 说是不粘 但实际是粘的 没可能我没用好 因为之前 大家看我早期视频的时候 能看到就是 带着我儿子 开着床车 去千岛湖露营 出去玩的时候 那时候做饭用的 就是这套锅 后来有这个 买这个房车了 用的就是家人锅 其实碗都不用 我感觉 还备碗 其实这套锅 碗都够用了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非常方便 然后就是我的灶了 我的灶 这次还是用卡式炉 因为这卡式炉 有很多 所以随便拿一个就好了 这种卡式炉 比较方便 还有猛火功能的 它是三千五百瓦的 所以说相对这个功率还可以 这是个啥 这是一二三六罐 六罐这个丁丸 六罐丁丸基本上可以给我用一个人出去玩 可以玩 用一个星期 就是一天两顿饭呢 三顿饭的情况下 都可以用一个星期 因为一个人出去嘛 很省的 像我如果出去 而且很多时候在外面吃的话 就更省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我推荐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是床车 或者是这种房车旅行 或者小的房车出去旅行的时候呢 最好你有一个这种 还是 这个叫什么沥水兰 这个网上有卖的 非常我感觉它非常方便 也是一物多用 带盖的吧 比较卫生 然后你打开之后呢 我把这个碗啊 筷子 盆啊 包括刀具啊 这些做饭的 我都放在里面了 然后呢 我会用这种的小的 这种小的矮矮的矿泉水瓶呢 做这个调料瓶 放油啊 酱油啊 醋啊 等调料 那这样的话呢 就方便一些 而且它不容易碎啊 然后呢 里面的盘子 我用的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不锈钢的 这种地方 这四个盘子 不过我用了啊 直接放在里面就好了 碗呢 还是拿两个瓷的吧 因为吃饭 拿不错光的碗 还是不舒服 需要仪式感 勺子 饭勺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拿起来呢 就方便一些 而且这个还有什么好处的 就是你洗完了 就可以放里面 沥水呢 直接沥到下面去了 然后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呢 其实有的时候 需要一个大的盆来洗菜 或者来干嘛的时候呢 是吧 就可以把他直接在这里面洗菜 也是可以的 你看 那这个都可以拆下来 掉过来 这边也可以洗菜 吃火锅的时候装菜啊 都可以 这边也可以呢 大大洗菜器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呢 你看 就变成个盖子了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上还有很多便捷的东西 那这就变成一个篮子了 菜篮子也可以 好 就这些了 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了 我这次出去玩 基本带这些东西 就可以满足我日常的一个生活了 然后后期可能还要采购一些食物啊 食品啊 什么的 基本就可以了 然后冰箱里放满呢 吃了就OK了 开着我这个蜗牛四号啊 然后可能短途的吧 去玩一下 点击点的 去转一下 因为天气凉快了 舒服了 省内嘛 先省内嘛 因为如果一旦去省外了 你这个行程码有变化了 回来当地办点事情又不是很方便啊 毕竟特殊时期嘛 所以可能 在那个浙江省内要玩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岛主把自己的 一些装备的经验分享啊 能够帮助给大家 然后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再窘途 我是岛主 一直在路上 拜拜